然后慢慢慢慢就开始尝试各式各样的投稿 但是呢 一直是不中的 因为写的实在是太烂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Pakio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有关写小说的问题 因为自从我在台湾开始出书之后呢 陆陆续续一直有同学关注我的脸书 那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然后要说一声对不起 因为我的更新频率实在是太低了 因为一直会有同学来私信问我一些关于创作方面的问题 如何写书啦灵感啦 然后怎么出版啦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想今天统一拍个影片 把之前私信回复过的那些问题 再以影片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让那些同样有这些问题呢 但是来不及提问的同学看 如果可以帮到你的话那是最好啦 第一个问题是说 很好奇老师当初是怎么开启这条写作家之路的 我觉得这个命题太大了 并不是说我一开始就立直说 嗯我要当作家 而是慢慢摸索出这个过程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看书 因为我妈妈也很喜欢看书 所以她也培养了我阅读的习惯 那我一开始是从图书啊绘本啊 然后来看到漫画啊 然后再慢慢进阶到小说文字等等 然后当我意识到自己开始 很喜欢看各种各样的故事的时候 就蛮发一种要创作的欲望 我想大部分很多喜欢创作的人 一开始是喜欢看书开始的 当我有这个欲望的时候呢 我就会发现自己写写弄弄 然后任何有关故事的载体 其实我本人都是很喜欢 不管是说是小说也好了 电影也好了 然后舞台剧啦 然后动画漫画等等 只要它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就会觉得很兴奋 那如果说你想要一个人说 我要去创作 那我要拍个电影之类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小女生来说 我觉得实际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不需要导演演员 然后编剧 然后一整个剧组等等 但是但是写小说就很简单啦 你只需要一支笔 还有一张纸 你就可以开始写了 所以最初是在课堂上 然后大家不要选我 就是开始写写弄弄 然后写在本子上面 然后创作最初的一些故事 然后后来有了自己的电脑之后 就会用在电脑上打下来 然后打成那个电子轮档 然后慢慢慢慢 当你接力的作品开始够多的时候 你的野心会慢慢变大 因为这边牵涉到一个 为什么要写小说的一个初衷 就是说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的人说我其实就要自己爽就好了 我就喜欢写 我享受这个过程 那有的人就会觉得 我写这个东西 我是想要为了给更多人看 然后希望有人可以从我的小说里 得到这些什么 然后感受到些什么 开心也好啦 然后或者说是感动也好啦等等 那就牵涉到一个传播的问题 那当时我就觉得 我是属于这个类型 因为我希望我的小说可以给很 被很多人看到 希望可以有人从我小说中得到一些力量 那如果你的小说传播不出去的话 没有人可以看到 你就达成不了这个愿望 所以就牵涉到一个出版的问题 然后慢慢慢慢就开始尝试 各式各样的投稿 但是呢一直是不中的 因为写的实在是太烂了 然后所以直到后来一直不气呢 然后有些机缘巧合 投中了第一本书之后 才慢慢慢慢开始步入了一个 就是职业作家的一个导物 说第二个问题 他说是怎么获得出版社青睐的投稿 我觉得最简单粗暴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就是要去投稿 因为出版社不会自己找上门 对新人来说 绝对不会自己找上门 你需要不断的去投各个出版社 然后让他们知道你的作品 好下一个问题是说 老师当初成为小说家 是通过比赛还是自己投稿呢 那我是通过投稿的 然后我自己本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文学比赛 虽然我也蛮想试试看的 因为我觉得近两年会有很多蛮有趣的比赛 就是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好的 让你的作品曝光的一个途径 但是呢现在有更好的一些途径 比如说网络平台很发达 大家可以在网络上po自己的小说 唯一要注意就是一个版权的保护 请问老师我的脑中常常有很多灵感 但不知道该如何具体化 这个问题很简单 你需要准备一个专门用来记载你灵感的东西 它可以是一本小本子 也可以是手机 也可以是录音笔 然后或者说是很大的一个手杖的本子 然后anyway 是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当你发现你有这样的 很灵感的创意 或灵感的碎片 从你眼前换过的时候呢 你要把它立刻记下来 然后呢之前我在念书的时候 会有那种小的便利贴 所以我有很多很多便利贴的灵感 然后就把它 当你想有这种想法之后 立刻记下来 然后你定期的去收集 去整理这些东西 那现在的话我会记在本子上 或出去用你的iPhone记录都是很好的 iPhone里面有录音的功能 如果你觉得写起来太麻烦的话 你就立刻把它录下来就可以了 经常我在睡觉的时候也会有梦到一些 我觉得哇这个情节太好了这个梦 然后之前都是晚上挣扎的睁开眼 然后把它记下来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完全看不懂那个纸片上写的是什么字 然后努力的回忆 那我现在觉得有了录音的iPhone 或者是这种设备之后 这些记载的方式会变得很简单 所以你把它记下来之后呢 然后你把所有的这些东西 头脑工报放在你面前 就会发现 诶我想过这个我想过那个 把这些东西全都罗列出来 变得有条理 然后呢 把它穿到你的小说里面去 就可以了 形容词 描述词语要如何的写 这个其实 没有其他的途径 你多读书就好了 就多看各式各样 各种各类的作品 很多到你的输入和输出 到一定的比例之后 你脑中会有顺其自然的那些东西 它都会就是要表达出来 你就不会特别再去想 这些简单的问题要怎么写 或者你可以去专门摘抄一些 你喜欢的作家的句子也好啦 做一些摘录等等 然后自己再来学习气缘就等等 人称该如何转变设定 你在你写一部小说之前 或者说你在写这个故事之前 你就是已经基本要确定 它是一个第三人称的作品 还是一个第一人称的作品 因为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的切入方式是完全不同 也牵涉到你之后 写这个故事 你应该如何来应对 这完全是个人习惯问题 如果你觉得第三人称你写的比较顺口 比较顺手 那你就第三人称 如果你觉得第一次讲比较顺手 那就第一次讲 我本人是全都写过 但我觉得第一次讲非常容易写的 写的幼稚 就写着写着变得会变得很小白 所以第三人称呢会比较正式一点 所以我后期都是大家看到的小说 基本上我在台湾发白的小说 都是发表的小说 全都是第三人称 但是我也很想尝试第一人称 我觉得以后还是会尝试 下一个问题 老师都是如何写小说 有没有特殊习惯 我有很多特殊习惯 全都是不好的习惯 我不希望大家学习 熬夜 暴食 吃甜食 做西颠倒 长时间久坐 全都不是好习惯 老粉丝都知道 每次写完一本书 我都觉得这个半条命宽 还没了 因为当你把这些所有的恶习 累积累积在累积的时候 你的身体会复合不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很想提醒新人 你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身体 来维持你喜欢写作的这个习惯 而不是去无穷无倾的消耗它 你可能会觉得 这些反正都是老了之后的事情 我年轻的时候反正先 用力造自己的身体 但我不是的 还没有老的你就会看到报应了 我现在这是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这几年我都在很努力的 就是锻炼身体 也为了可以活的稍微开心一点 不然的话 当你开始疾病缠身的话 你会真的什么都不想干 好 下一个问题 请问有什么好的书 可以推荐吗 怎么写小说的书 因为我自己本人没有特地去看如何写小说这样的书 但是呢我找了这两本故事 是罗伯特麦基的故事 还有一本就是这个 电影剧本写作基础是西德菲尔德的经典 电影它是画面语言 画面艺术 那小说呢是文字艺术 是文字语言 它的电影的话它可以通过剪辑 通过生效 通过各式各样演化辽瑞的特效 辽然的特效 让这个故事变得丰满 然后但是小说呢 它仅能依靠的就是黑纸白纸 所以它在创作难度方面还是很不同的 但是我觉得它们在某些方面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那就是说对于如何来传达和掌握诉说一个故事 把它这个故事有趣的说出来 在这方面的能力或者说这方面的目标它们两个是共同的 所以大家看这个电影基础的 或者看这两本书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用的 因为它会在某些地方告诉你 比如说一个故事它要怎么去写才会变得有趣 它的节奏怎么掌握 然后它的起承转合 然后等等这些 其实对写小说来说也是很有帮助 因为我发现市面上就是特地专门教你怎么写小说的书 好像不是非常多 大家喜欢类似这样的影片的话 我也可以在以影片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时具体落实到小说情节怎么创作的时候 一些如何进行的梗 那今天的影片所以我想到此结束 是我第一次尝试来拍关于和写作有关的一些话题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谢谢你观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欢迎帮我点赞 然后记得订阅我 然后如果你有更多的关系 做方便的问题 欢迎来我的Facebook留言 我的Instagram留言 或者直接在这个YouTube影片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谢谢大家 拜拜 我是Pakio 下次见 好热 好热 大家好 我是Pakio 好 走开 天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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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